12月1号开始取消户外全程佩戴口罩 不过到底哪些时机可以不戴口罩 许多民众补萨萨 像是在室外型的大众运输站点 例如原山捷运站的高架月台 要不要戴口罩呢 来为您解答 其实不论是室内还是户外月台 只要进了捷运站 就必须全程佩戴口罩 直到出站到户外才可以不戴 另外搭乘高铁 一样从进入车站大厅开始 包括乘车都要戴口罩直到出站 而搭台铁进入车站室内空间 包含月台跟车厢都要戴口罩 但在保持安全社交距离 或对方有戴口罩时 可以暂时取下口罩饮食 不过像是在户外站牌等公车 就不用戴口罩 上车后则是要全程佩戴 那在露营帐篷内 是需要戴口罩的室内空间吗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有定义 所屋顶及其四壁以隔板或其他组隔物 来隔间有外气而流通的建筑物 内部空间的话 就是属于我们的室内空间 由于帐篷或银匠有迎面敞开 不会被认定为室内空间 所以可以不戴口罩 另外还有社区型的大楼中庭 也不属于室内空间 因此以不用戴口罩为原则 除非大楼管委会有特别规定 如今口罩令松绑 哪些情境能不戴口罩 民众可要注意了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